今天要教的文章就是中一的文言文要讀理解《新徽传》 文章第一句,新徽自世宜 新徽是人,它的字叫世宜,魏郡人也 它就是魏郡这地方的人 袁浩入落,袁浩就是北魏的北海王 当日他攻入洛阳是称帝的 以袁岁为东徐州赐史 以字就是用的意思 用袁水的人做了东徐州赐史的职位 遂隐,徽为主保 遂就是袁水,隐是提拔的意思 徽就是新徽,为主保 主保是一个职位 袁岁做了东徐州赐史后 怎样做呢? 就提拔了新徽作为主保的官位 因为新徽是一个好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袁水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知人善任 意思就是他知道哪个人有才能 于是放他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浩拜 浩就是袁浩 拜就是打败仗 因为历史上袁浩入落阳后 清帝四个月被人打败了 既然皇帝也被人打败了 那他委任官员有什么后果呢? 这一句就看到了 谁被揽车送落阳 揽车就是囚车 他之前委任袁水作为东徐州赐史 但袁水现在被囚车送到落阳 既然皇帝也被人推翻了 那他委任的大臣自然被人视作为囚犯 下一句 顾利奔客并委去 顾就是原本的意思 利就是官利 奔客就是普通的奔客 既然袁水被视作为囚犯 那他原本的官吏 他自己的奔客 的并字是一起的意思 委是捨棄的意思 去就当然是离去 原本的官吏和奔客 一起捨棄他而去 这个世界当然是如此现实 唯徽宋之 唯字就是只有 徽就是新徽 宋就是宋别 当日袁水被压解落阳 那时 只有新徽来宋别他 为何新徽来宋别他 就因为袁水提拔过他 做主保的官位 对他有恩 现在对他有恩的人落难 他不会假扮不知道 反而是来宋别他 可以看到新徽这个人 性格是重情义 和无所畏惧的 因为如果你去送别一个 失势的官员 很大机会 连你自己都会受到牵连 而新徽是没有害怕过的 及睡得免 及字是直到 睡就是圆睡 得免 免就是卸免 直到圆睡被卸免 乃广习兵友 乃字就是于是 广就是广泛 习就是聚会 于是广泛地和兵友聚会 被赦免了不用再做囚犯 当然会让兵友出来 慶祝 叹徽有古人风 叹就是赞叹 赞下新徽有古人的作风 为什么会赞阿新徽有古人的作风呢? 因为他曾经提拔过阿新徽 到自己失势的时候 所有亲友都离他而去 不敢送别他 只有新徽一个人来送他 对圆睡来说 这种是一种恩情来的 圆睡为了感谢他 于是 港泛双习斌有恩仇公开赞扬阿新徽 赞扬他 他没有舍弃自己离去 这样是作为一个报答 我们可以看到 袁瑞在这里的性格特点 就是知恩报德 沉徐太卫府行参军 沉是不久的意思 徐就是免徐一旧官职 出任新的官职 新的官职是什么呢? 就是太卫府行参军的官职 申徽他重情重义 又无所畏惧 当然在官场上能够扶遥直上 做了太卫府行参军的职位 第二段 徽性勤治 治字是非常的意思 申徽的性格是非常勤力 凡所居官 就是他做过的官位 按读毛大小皆亲自省揽 按读文件 毛就是无分 文件不分大小 全部都是亲自自己去查看的 整揽就是查看的意思 是可以勤力到这样的 以是是无契制 以字是因为的意思 是是者 因为这样 所有的事情 全部无契制 契制就是拖延 因为申徽勤力的性格 所以所有的政事 所有的事务 都无任何的拖延 利不得为奸 奸字是通奸诈的奸 所有的官吏不能做奸诈的事情 侯需力公卿 后来即使是做了公卿这些高的职位 此治不懈 治就是意志 这个意志就完全没有松懈过 这个意志当年是勤力的意志 出为双周刺史 申徽出任双周刺史的时候 是南方初父 当时南方刚刚依附 归附国家 旧族官人皆通享为 享为即是贵责一些东西 贵责即是送责 旧族即是旧的风族 官人即是做官的人 全部都会通享贵 即是互相送责一些东西 这样做当然就是贪污 徽姓廉慎 新徽的性格廉杰謹慎 行为很謹慎 乃画阳振像于寻室以自戒 阳振就是东汉一个以清廉寺秦的官员 寻室当然就是睡房 戒字是通假字 通告戒的戒字 新徽就画了阳振的画像 在睡房里面 值此去自我告戒 告戒自己要做个清官 及代还 及字是直到 代是指官职被替代 其他人要做了他的官职 还就是回去 直到他的官职被其他人取替了 要回去自己的家乡 人利 宋者 数十里不绝 人就是普通市民 利就是普通的官员 低级的官员 宋者就是送别他 数十里都不绝 你可以见到有多少人送别他 他是多么受到人的欢迎 徽自以为无德于人 新徽就认为自己了 无德 德就是恩德 于人就是对人没有任何的恩德 因为他做了个好官 对于百姓来说 是很有恩德的 但他自己也认为没有什么恩德 他的感受就是 概然 怀愧 又很感慨 又很惭愧 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尽了自己本分 并不是什么的恩德 所以很惭愧 觉得自己受不起 恩父诗 恩就是于是 于是就写了首诗 提于清水亭 这首诗就刻在清水亭的地方 这首诗当然是抒发了他自己的惭愧 觉得自己无恩德 自己做了好事 但自己觉得不是什么事 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很谦逊 蔣又文之 蔣就是年长的人 幼就是年幼的人 无论年长的人 还是年幼的人 听闻到这件事之后 佳敬来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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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来 就读就是读这首诗 遗伤为弱 互相就讲 此事 新士君守职 意思就是说 这首诗是阿新徽的真职 这首诗是阿新徽 那些人走去抄写 走去读 是如何受到百姓的爱大 这首诗 这里阿新徽写了一首诗 那些人走去抄写 走去读 可以看到阿新徽是如何受到百姓的爱大